大家好,我是宝妈,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姐今天生了 得了个小公主,有女双茄 哎呀,真羡慕她 她是今天早上生的 还没到医院就在车上生了 好快呀,昨天我们还一起吃小龙虾 昨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昨天还在讨论什么时候出生 没想到第二天就生了 然后我现在刚给她煮好鸡蛋甜酒 还有一点山药瘦肉汤 我现在给她带过去 这是山药瘦肉汤 甜酒我已经装好了 这个汤我想要怎么打包 你在搞戏 做好了,我们现在去看姨妈 等下你们两个不能上楼了 你们两个在楼下等 小孩子不能进厂长 不能进那个病房里面看 怕你们太吵闹了 妈妈,在这儿等阿婆拿东西 小孩子不能进去 小孩子不能进去,你们太吵了 那我们怎么办 那怎么可以 阿婆会出来拿呢 阿婆这里 叫阿婆没有 我要一个 你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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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好闯 那你跟阿婆在这里 我进去看一下姨妈 呀,你们刚刚吃饭了 有点山药 手油汤 还有鸡蛋甜酒 还有鸡蛋甜酒 等一下挺爱的 阿婆小姨呢 他咬的那个 一只行鸭刷 哦 他那是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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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是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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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我不急 人家比我还要急 早就有人说了 要是理解到这整个女人 你有没有想法 看那两个女人都没想法了 小孩子不能进去 行行都不能看她的妹妹 行行都不能进 等过几天去 等姨妈转到月子中心了 你们就可以去看了 就可以摸表妹了 又不是我不敢 是人家不敢进 今天早上书法课的老师说 今天可以补课 今天周六 他说周六去我姐他们附近那里 那里有个书法教室 六点补到八点 所以现在我带着两个女儿 去补课 因为上次灰灰不是去医院接扎喉咙吗 所以请假了一节那个书法课 那我没有啊 但是老师说哥哥也可以去啊 所以哥哥可以多上一节课 我不要 你要陪弟弟吗 我不要 不要 不要你在家干嘛 在家我也不给你看的事 看了那么久了 那我不想写字啊 你不写字你在家干嘛 不写字 我家不跟你进去的 不上课是不给进了的吗 你现在偷偷看了 怎么老子忙忙些 我还是写的不留我妈 嗯 他还在写的不留我妈 因为就你们两个 还有其他的学生 等八点钟的时候 再去接那两个牛回来 他们在学校八门的星期半都是这样 如果是在学校请客没有上的话 接到我姐他们那边小 对面的小区那里去补课 利用周末时间去补课 今天被她补觉 趁这个时间 我去休息一下 你去水杯装了吗 哦 生日宝 拜拜 想回你的手 干嘛 抓屁股啊 痒啊 痒啊 点个宵夜 嗯 嗯 香不香这个猪脚 是宵夜啊 嗯 嗯 我吃干辣螺蛳粉 你们两人 一人吃一个猪脚 你想吃粉吗 想吃粉我等下给点粉给你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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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因为螺蛳粉的不辣 总会大一点点 它一点点 嗯 我看弟弟吃的好香哦 嗯 这个汁 嗯 要学着吃一点点辣 不然以后怎么吃螺蛳粉 热死了 一模龙还是一块 不要用手 你的手不要乱擦啊